我们说那个常见的症状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那些 比如说掉眼泪啊 情绪不好啊 睡眠啊 食欲这些改变啊 包括对兴趣爱好 丧失了兴趣这些 如果是一些极端的情况啊 包括可以会有伤害自己 或者宝宝的这种想法 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 就是要及时的寻求帮助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从生活方式也可以来帮助我们 就是说预防或者是控制产后抑郁症 我知道刚刚其实你提到了 就是我们很多压抑的病人 有很多因为病痴感 可能不愿意来求助 那我们什么 就是说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上的调解 或者是改变来帮助我们自己 来处理好这个时候的压力 也是很重要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是说 对自己和宝宝的期望 要卸合实际啦 宝宝睡觉的时候 然后要进来休息啦 可不可以调小一点 我不愿意吃太高的剂量 那我经常就跟患者说 那我们除了这个服药以外 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那这个锻炼呢 其实就我们经常会跟病人开玩笑说 那我们把锻炼也写到我们处方里面来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 就是说你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控制 环节压力这些都是有好处 那我提到这个分娩以后呢 要注意休息啊 可能会 比方说采取一些方法 适当的限制访客 但是呢 这个也要注意到平衡 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 不要顾虑自己 然后前面提到那个爸爸 他也可能会 那个出现常务抑郁症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培养与这个伴侣之间的关系 为彼此腾出时间 改善交流 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